贾伯斯 巴菲特 爱因斯坦 丘吉尔 这些是什么 成功人物 他们手上共同的武器是什么 写作 特别是会写故事 每一个顶尖的人物 都是他那个领域最会写故事的人 犹太人说 不会赞美 不能说话 不会微笑 不能开店 不会说故事 不能销售 你会说故事 做电脑 才会是贾伯斯 做生意 才会是巴菲特 做科学 才会是爱因斯坦 丘吉尔不是光稿政治 巴布基伦不是只做音乐 他们都是什么 诺贝尔 文学奖的得主 那他们跟谁学写作呢 如果你要学飞 你可以跟鸡学吗 当然要跟老鹰学啦 他们读大师名作跟马克吐恩 托尔斯泰尔 泰格尔 借穿农之界 杜斯托耶夫斯基 契克夫 这些大师学嘛 但这么重要的是 学校不是没有教 而是怎样 不会教 为什么呢 因为老师的老师只教他们背诵 最多呢 教理解 没有教怎么启发 他们自己都没被启发过 我有五年的时间 每周教十二个二年级的小学生来写作 比如说这个堂诗要怎么教 怎么让孩子从堂诗学会写诗呢 像李白的床前明月光 这每个小孩都会背 也知道意思 但怎么学呢 我要孩子学床前明月光 但是呢 不用押韵 绝对不可以怎样 写月亮 有一个孩子就写 天上的白云 好像会飞得棉花糖 我抬头看着白云 低头想起暑假 带我去吃暴冰的阿嬷 这是不是床前明月光 疑似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四目香 是这个小孩特别天才吗 不是 天才也是要有人教嘛 那要怎么教 怎么启发呢 你要先抓到Key 就先抓到这个钥匙 抬头会看见什么 云啊 鸟啊 那云像什么 像棉花 不在你身边的人 你最想念谁呢 阿嬷 那阿嬷带你吃过什么 像棉花 爆冰 所以云呢 就要换成棉花糖 这是用什么方法 苏格拉底提问法 就是用一个一个一个问题 让孩子发现自己 创造自己 另外一个小孩就写 电线上的小鸟 好像会飞着音符 我抬头看着小鸟 低头想起 第一次弹吉他 给我听的表歌 你看 孩子这下就懂了 唐诗不是用来背的 是用来学会 如何表达 我的感情的 有一个孩子写 操场上踢球的同学 都回家了 办公室的老师 都走光了 我一个人坐在警卫室 抱着书包 等啊 加班还没有来接我的妈妈 这是什么是 千三鸟飞绝 万进人中面 孤舟梭利翁 独吊寒江学 所以我现在要运用 20本大师名作 请国际的插画名家 画成好看的绘本 再制作成动画 把马克图恩 托尔斯泰 这些大师的绝招 还有他们的变化 交给孩子 让他们在乐趣之中 最有效率的领悟 怎么样发问 如何制造戏剧冲突 如何长伏笔 如何写出有力量的结尾 如何如何 这一切的如何 都是为了培养 他的思考跟表达 让他开创自己的道路 加入我的大师名作 创意写作课 让孩子从小学会 像大师一样写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